決戰2024 侯友宜重批民進黨 不顧民生搞黑金 第一個政見拋出0到6歲 國家養 要減輕父母壓力 我們的家長們能夠 在少子化過程當中 勇於生意 然後我們國家好好照顧他們 這是我們的責任 侯友宜尊重中華民國憲法 主張兩岸和平 但對手賴清德 日前談到兩岸議題 拿出三國演義 赤壁之戰為例 比喻自己就像周瑜 最重要的就是得占到底 否則歷史早就改寫 有人嘲諷 賴清德歷史沒讀好 當初占到底是這個原因 持諸葛亮告訴孫全 投降的話 老百姓跟官員都可以活 但是你作為王 你卻不能活 所以孫全才決定硬幹到底 清德拿這個案例 來做比喻的話 實際上就是告訴大家 他要為了自己的權位 然後不惜犧牲 台灣人的性命 還有人提醒賴清德 別自比周瑜 因為周瑜有這個特性 他自比周瑜 我提醒賴清德 周瑜還蠻年輕就年輕早逝 所以這個不知道是他在自我詛咒嗎 說自己像周瑜 網友狂炮轟 笑死可是周瑜他兒子沒在美國 周瑜是受到孫全信賴的 你忘記你被蔡英文打成中共同路人嗎 主張台獨的人還跟人家扯什麼中國的赤壁 堂堂台灣男兒為什麼要用中國歷史做比喻 台灣使多加油好嗎 民進黨人很奇怪 每一次他們這麼討厭中國 可是每一次引用典故都引用中國的典故 你們到底是怎樣 你們不會失覺失調嗎 根據歷史小說 周瑜不但陪了夫人又折兵 最後還吐血而亡 周瑜感嘆寄生雲和聲亮 難道賴清德在暗示侯友誼是那諸葛亮 這是鴻如李宥璇台北報導